好 这是西湖 我们看一下 这是泉州的西湖 不是杭州的西湖 现在都流行打假 我们也可以请杭州人来打假 这是泉州西湖 有什么 杭州西湖的仙仪 其实呢 要说这个西湖啊 剽窃杭州的西湖 这个好像 没有什么 迹象 没有什么政绩 但是呢 假如说这个西湖剽窃 北京的一和园 我们看一下 那真的是一打一准 这个呢很像是一和园的佛香阁 万寿山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呢 桥 我们看一和园有没有这个桥 一和园呢 叫玉带桥 这是标准的剽窃 至于这个岛呢 我们看一下 湖中的岛 一和园的童牛旁边的一个岛 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呢 我们建议北京呢 一和园请方舟子先生 来打假 方舟子大家都是 这个要不要打一打 嗯 嗯 这里面呢 人都是真的 是吧 这不需要大家 嗯 这个路呢 很像是一和园 这个 这个 柯明湖边呢 这里有什么原创呢 我们看一下那边 这边是原创的 旁边可能还有什么 石板 一和园的石板 船 没看清楚 打假都是方舟子 来打假 黄国珍 我们可能都熟悉 黄国珍呢 写过一首诗叫《与西湖》 他写的是杭州的西湖 嗯 杭州的西湖呢 写的还不错的 我记得很早我就能 背送下来了 黄国珍 是我的一个朋友 感觉很够哥们 哈哈 这里呢我来给 我们郭珍同志 郭珍 来吹个 吹鼓手 黄国珍写的这首诗呢叫《与西湖》 我大致还能记得 西湖细雨里 一片苍麻 不见了 英飞草长 苏的长长 白的长长 有多少雨滴 就见起多少幻想 西湖有人笑我 情也熏长 雨也熏长 哎 如此 波光山色 不尽枉然 最好西湖 不是故乡 大致是这样的 原文呢可能有点粗 这首诗呢写的很美 是吧 运营率非常好 雨西湖 但是写的是杭州的西湖啊 这是全州的西湖 杭州的西湖 和全州的西湖 最后呢 能够和平共处 谁也 不会消灭掉谁 因为不沾边的是 即使是 这个公园呢是剽窃 义和园 没关系是吧 你过去看 坐在横座上 我们开始西湖 不过战 坐在横座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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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沙洞 坐在横座上 是那里